十三叶道经上 佛说得清楚啊 说得明白了 我们读了不知道怎么读 读了好像没有感觉 麻木不仁 佛说得多清楚 人天法 身闻不提 远久不提 乃至无上不提 都是以此为 大地 以此为根本 此就是十三叶 所以十三叶没有了 人天就没有了 你在六大轮回 人天年到底没有份 为什么 你没有十三叶 中平十三 人道 上平十三 天道 十三叶丢掉了 就十三窝道 这个不重要 还有什么重要啊 十三叶道 能帮助你建立 人天法 能帮助你建立 身闻不提 能帮助你建立 原觉不提 能帮助你建立 菩萨 佛 无上不提 都靠这个做基础 都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啊 五界 建立在十三叶 比丘界 菩萨界 建立在十三叶 没有十三 全完了 佛把设向 比如说大地 你再好 什么样的建筑物 都从大地上建 大地没有了 你什么都建不成 这个意思都明显的 这个意思都重要啊 我们怎么会把它看轻视了 十三叶道是金色光明啊 它永恒不变 光越发越大 到妙就各位 无量光色 啊 表万发越如 与佛妙之光中啊 细行 清津本体 差别像面 差别像没有了 唯一路真实 为什么 差别像是假像 差别像是从像上说的 意思像是从性上说的 能生能限 是自信的 所生所限是万发 万发相不同 信相同 万发作用不同 提一下头 啊 这是 我一路真实 事故 接通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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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